军为了给他的青梅报仇 命人切断了我的手指 我哀求着他放过我 他却说 你极度成性 这是对你的惩罚 后来 我被他的青梅给练成活尸 维护人间 于是 夫君命人将我烧死 可当他看到我尸体上的断指后 却疯了 拼命地冲进了火海中 我的冷汗不断流下 左手上传来撕心裂肺的痛意 可再痛 也比不过顾南亚那句 这是对你的惩罚 我不明白 为什么昨天顾南亚还将我亲密地抱在怀里 今天便能对我如此狠辣无情 他一袭名黄色龙袍 仿若高高在上的神明一般俯视着我 趁得我更加卑贱到了泥里 多么可笑啊 我还以为他会救我 我是被丞相抓起来的 也就是柳福瑶的父亲 他闯入我的院子 命人将我按住 狠狠地甩了我一巴掌 贱人 你竟敢伤害本相的女儿 来人 把他那只手剁碎了喂狗 我想逃 却被丞相的斧兵团团围住 直到我被切碎了一根手指 钻心的剧痛传来 我却仍瞪着眼睛不肯低头 直到顾南亚出现 我挣扎着爬向他的脚边 却在指尺之间被他躲了过去 仅仅只是一根手指 怎么够呢 他伤了瑶便该接受惩罚 此话一出 丞相顿时哈哈大笑 连声称赞顾南亚盛名 而我却如同被抽空了力气似的 僵在原地 脑海里回荡了那句该接受惩罚 我试图从顾南亚的脸上 找到一丝开了笑的痕迹 却发现他是认真的 他是真的要让我为柳扶摇 而赔上自己的手 南亚 我难难自语 从未觉得顾南亚竟然这般陌生 明明 记忆中的顾南亚 是最心疼我的呀 我是个孤儿 不知道自己的父母是谁 在一个大雪纷飞的冬天 顾南亚捡到了我 那时他还是不受宠的四皇子 我还是一个吃不饱饭的小乞丐 可他却偏偏一眼就相中了我 将我带回府中作为安慰 培养了起来 我长期营养不良 身体瘦弱 在一群竞争者中并没有优势 可顾南亚却在晚上偷偷给我开小灶 给我带来了许多甜腻的糕点 我感动的眼泪汪汪 问他可不可以一直留在府中 他说 只要我在这批安慰中拔得头筹 就可以留下来了 说完 他还捏了捏我的小脸 我顿时 并像打了鸡血似的 拼命训练 只为了能留在顾南亚身边 不复所望 我也确实留了下来 还记得那时 顾南亚温柔的揉了揉我的头 笑咪咪的说 从今以后 黄子府就是你的家了 希望你日后光明灿烂 便取名阿西 如何 我点头如捣蒜 心中涌过一股暖意 阿西 真好听的名字 而且 我也有家了 后来 我陪在顾南亚身边 同他一起长大 他待我不像对待下人 反而时常纵容着我 我玩猎淘气 有时候还会给他闯祸 他便会无奈的 替我收拾烂摊子 我脾气大和他不开心 他竟会放下黄子的架子 低声下气的去哄我开心 他也从来不让我去执行什么任务 只说 我习武能够保护自己便够了 不需要为他做什么 在这样的温柔之下 我彻底沦陷了 我开始期待 能够和顾南亚有未来 但同时 随着顾南亚一点点得失 我又清醒的意识到 自己和他是不可能的 于是我只能将这份心思藏起来 但看着皇后为他说紧 我还是不由心中酸涩 可顾南亚不知怎么想的 竟然全部拒绝了那些世家小姐们 拉着我的手说 以后只要阿西陪着我就够了 那一刻 我的心脏在为顾南亚剧烈跳动 我想 只要能陪在他身边 我便是死也值得了 后来顾南亚一天比一天宠我 连吃饭都要为我吃 更是守得我受一点伤 我说 殿下你这么宠我 别人该怎么想了 可顾南亚却吃笑一声 随后霸道的将我捐进怀里 孤宠自己的女人 旁人爱怎么想 怎么想去 我真的以为 他是爱我的 可如今 曾经无比真是我的他 却冷漠的命人断了我的手指 南亚 为什么 就因为 我刺伤了柳福瑶 我趴在地上 脸色苍白的问顾南亚 顾南亚冷冷的看了我一眼 什么叫就因为 瑶儿心思单纯 天真善良 从小到大都没吃过苦 可你却刺伤了他 阿西 朕说过的 登基后会封你为皇后 可你为什么 就是容下瑶儿 他出身高贵 屈居为妾本就委屈了他 你为什么 偏要如此心狠手辣 柳福瑶出身高贵 做妾是委屈了他 我出身地贱 能做皇后 本就是高攀 顾南亚 是这个意思吗 我只觉得 四肢百孩 都传来一阵凉意 顾南亚的话 不亚于对我进行了凌迟 手上再痛 也没有我此刻的心更痛 半月前 顾南亚登基 我本高高兴兴地去见他 可他却眼神闪烁地说 要立柳福瑶为贵妃 瑶儿爱朕入骨 乃至生了心病 他与朕也算是青梅竹马 朕不能不管他 但阿西你放心 朕说过的 朕的皇后 只会是你 朕也只会爱你一人 我正了正 随后心中涌起一股酸涩 因为顾南亚曾经和我说过 一生一世一双人的诺言 即便我卑贱如泥 却也愿意相信 这般动人的情话 可今天 我们之间多了别人 为什么治病就一定要娶他呢 难道柳福瑶的心病 是做皇帝 顾南亚便也要将皇位拱手相让吗 我不哭不闹 董师弟点了点头 却在当晚 拒绝了顾南亚进入房中 阿西 朕知道你心中有怨 朕会好好哄你的 直到你原谅朕为止 后来顾南亚静 然在我屋外站了整整一个晚上 第二天还是苍白着脸 去上个早巢 我心疼极了 这些年来 我已然将全部的精力 都放在了顾南亚身上 我见不得他受一点苦 于是我接受了这个结果 还记得当时顾南亚那如是重负的表情 阿西你放心 朕不会对瑶儿动心 朕爱的 只有你一个 我天真的以为 顾南亚说的是真的 他身为皇帝 能做到这样 已经很不容易了 可 不会轻易动心的顾南亚 如今为什么去愤怒到断我手指呢 柳福瑶在他心里 真的这么重要吗 陛下 这毒腹留着 到底是个祸患 不如将他彻底斩草除根 丞相在一旁愿毒的看着我 同时向顾南亚见言处死我 可顾南亚却皱了皱眉 柳相 阿西刺伤瑶 朕已经罚过他了 但你别忘了 阿西还是朕的皇后 柳丞相面色一变 随后愤愤的动了我一眼 终究是没有再说什么 顾南亚命人替我止血 我却只是一副呆愣愣的样子 如同失了魂似的 南亚 我好疼 我的声音带着极度的哀怨 哽咽道 顾南亚顿了顿 眼中闪过一丝不忍 但他又说 阿西 犯了错 就是要受到惩罚的 犯了错吗 我是刺伤了柳福瑶 可 那也是有原因的呀 下一秒 我猛地推开工人 匍匐在顾南亚脚下 扯着他的衣摆 我喉咙干涩 表情扭曲道 南亚 柳福瑶必须死 顾南亚瞬间就黑了脸色 将我狠狠地甩在地上 他捏着我的下巴 狠狠道 阿西 够了 正这次原谅了你 但绝对不希望再有下次 你如今 怎么这般心狠手辣了 你就这么极度摇吗 我拼命地摇着头 顾不上身体的痛意 大吼道 他是妖 柳福瑶是妖啊 南亚 他会吃人心脏 快杀了他 顾南亚和柳丞相 几乎同时呼吸一致 但很快的 顾南亚就用一种 极其失望的眼神望着我 阿西 你如今 竟然连这种谎话都编得出口 来人 将他拉下去 非照不得外出 我被工人给关了起来 可我却拼命挣扎着 嘴里不停地嚷着 柳福瑶是妖 该杀 因为我没有说谎 柳福瑶 分明就是一致成了精的狐妖 其实一开始 我对柳福瑶 并没有多大的敌意 因为我在很多年前 就认识柳福瑶 印象中 他的确体弱多病 总是一副弱不禁风的样子 我也一直都知道 他爱着我深爱的人 只不过 他向来温和有礼 和我并未解怨 我反倒是有些可怜他的 但不知为何 近几年他突然性情大变 对顾南牙的态度 无比热情了起来 一副不得到他事不罢休的架势 我不懂柳福瑶的转变是为何 只是就在前日 我去看望他时 却正好撞见了 让我毕生难忘的一幕 只见柳福瑶 长了一双狐狸耳朵 瞳孔变成尖尖的树瞳 身下则是一具 我连忙提前挡了起来 谁料柳福瑶竟然丝毫都没有反抗 直直的就被我刺入了身体 然后他痛呼一声 恢复了人类的模样后 跌坐在地上 阿喜姐姐 瑶儿说了 不会和你争抢陛下的 你为什么要杀瑶啊 急匆匆赶来的柳成像 见到的就是这一幕 我握着染血的长剑 不知所措 这一刻 我当真是百口莫辩 没有人会相信我的话的 果然 如今我告诉顾南牙真相 他只以为我是极度疯了 在污蔑柳福瑶 可我即便知道会这样 我也要坚持告诉顾南牙 哪怕被他咽弃 被他怀疑 因为我无法坐视自己的心爱之人 有危险 却无动于衷 阿喜 我在睡梦中 好像听到了顾南牙的声音 他依然是那么温柔 对我仿佛有着无限的耐心 可下一秒 我又梦到顾南牙 冷冷的站在高台之上 命人将我烧死 我拼命哀求着 顾南牙却依然无动于衷 而是轻柔的将柳福瑶揽在怀里 不 不要 我猛的惊醒 头上还在冒着冷汗 下一秒 我便落入了一个温暖的怀抱 阿喜 朕很快就为你举办丰厚大典 往日待在顾南牙的怀中 我必定是万分欣喜的 可如今 我竟然没来由的 觉得有些恶心 毕竟他方才还冷冷的切断了我的手指 我实在接受不了 他这么快的情绪转变 难道真的就像他说的那样 我接受过所谓的惩罚后 一切就要结束了吗 可有人问过我的想法 顾南牙凭什么觉得 我还会像以前一样 毫无芥蒂的和他在一起 心安理得的坐着他的皇后 我躲开了顾南牙 想要给我伤药的手 又被过身 将自己缩到被子里 不想看他 他阴沉了脸 将我一把扯了出来 手伤成这样 还躲什么 阿喜 不要和朕闹脾气了 我忍不住说道 陛下 我这伤势怎么来的 您忘了吗 顾南牙顿了顿 又仍然用那种无奈的眼神望向我 别闹了 阿喜 你刺伤当朝丞相的敌女 本就是死罪 镇断你的手 其实是在保护你 保护我 顾南牙身为皇帝 大权独揽 需要用这种方式来保护我吗 况且 在遇到柳福瑶之前的他 说要保护我 那便是必然不会让我受到半点伤害 可遇到柳福瑶之后 他也会为自己找了这么别角的借口 果然 我又听顾南牙说 况且 瑶儿是被宠得长大的 不像你那般一路摸爬滚打 什么时候吃过这种苦 阿喜 你此举的确太过分了 我的心冰凉一片 顾南牙这话的意思就是 我天生贱命 而柳福瑶身外高贵 我让着他是应该的 他绝对不能受一点委屈 我伤了他 那我便是死不足惜 可是 当初也是顾南牙 将我拥在怀里 告诉我 我就是他独一无二的珍宝的 如今 他却拿我卑贱的出身说是 还记得几年前 我为一个小姑娘打包不平 而惹上了上书大人的肚子 那丸裤子弟 一口一个贱胚子的辱骂我 是顾南牙替我出了头 不顾夺嫡 其实草木皆兵的氛围 替我狠狠教训了那公子哥 当时他说 阿西才不是什么贱胚子 阿西就是我的珍宝 是独一无二的宝物 我推开顾南牙 眼角抑制不住的落下一滴泪来 即便心如刀割 但我还是在说 柳福瑶真的是狐妖 陛下 阿西绝不会说谎 求您信我一次 我直接向顾南牙跪了下去 然而 顾南牙深吸了一口气 像是已经用尽了所有耐心似的 阿西 真的够了 你就算要说谎 也别说个这么离谱的谎言 来糊弄朕 姚儿那么善良单纯 况且他与朕从小一起长大 怎么可能是妖 我就知道 顾南牙不会相信 但我仍然用力的向他磕着头 一下又一下 直到将自己磕的头破血流 陛下 阿西受什么苦都不要紧 但是狐妖狡猾残忍 喜食人心 万万不可放过他呀 陛下 阿西求年了 我双目气血的 看着顾南牙 一声声的哀嚎 直直的刺入他的耳膜 我注意到 顾南牙的神色松动了 于是我心中一喜 想要趁热打铁 可就在这时 传来一声瓷气碎裂的声音 只见柳福瑶苍摆着脸色 立在门外 他身前还有一只被打碎的瓷碗 顾南牙瞬间就变了脸色 姚儿 你怎么来了 顾南牙连忙冲过去 扶住柳福瑶 像是在对待一件一碎的珍宝似的 看向他的神色满是心疼 可他从前只会为我露出这种神色的 他对柳福瑶 真的没有动心吗 陛下 姚儿不是狐妖 姚儿真的不知道 为什么阿西姐姐要这样针对姚儿 我听说阿西姐姐病了 特意为阿西姐姐做了一碗汤送来 顾南牙看着碎了一地的此碗 心疼极了 他柔声安慰着柳福瑶 朕自然是信你的 你与朕青梅竹马 朕又怎会怀疑你呢 说完 他又斥走我 胡言乱语 在顾南牙看不到的地方 柳福瑶给了我一个挑衅的眼神 就好像是在说 你知道我的身份又如何 根本没有人相信你 我心中一沉 是拔出头上的发簪 向柳福瑶的驳梗刺去 然而 下一秒 我的手腕传来剧痛 是顾南牙握住了我的手 他死死地看着我 某种满是失望 不解 愤怒 进而将我用力地推倒在地 阿西 看来 朕还是太纵容你了 导致你养成了这么个无法无天的性子 来人 将他压入天牢 听后发落 我最后见到的 就是顾南牙那张充满愤怒的脸 则 我们的皇后娘娘这是醒了呀 在睁眼后 我发现自己身处一个幼暗的密室 眼前站着的只有柳福瑶一人 别看了 陛下已经下令将你压入天牢 你以为我还会让你活着出去吗 柳福瑶娇笑一声 嘲弄地望着我 我却只是淡淡说了句 你不是柳福瑶 就像顾南牙说的那样 真正的柳福瑶 的确是同他青梅竹马一起长大的 绝不可能是个妖精 所以 一定是发生了什么事 才让这只狐妖成功的偷梁换柱 这也是为什么 柳福瑶会突然性情大变的原因 你猜的不错 姓柳的那小姑娘早就病死了 我便正好占了她的身子 我本来只是想为自己谋为人类的身份 好方便稀释扬气 却没想到 这小姑娘竟然能接近当朝天子 死 那可是天子龙气呀 若我能将其全部吞噬 届时 我便是非生成仙 又有何不可 说到这里 柳福瑶她懒地望着我 眸中闪烁着嗜血的光芒 你也别怪我 想要彻底接近皇帝 就只有除掉你 我必须做皇后 听到这里 我还有什么不明白的 顾南牙拼命挣扎着想要去向她传递消息 然而下一秒 柳福瑶却狠狠地甩了我一个巴掌 我都说了 今日你别想活着出去 你更加不用企图顾南牙会来救你 因为我和她说了 你醒来后又攻击了我 她呀 下令赏你三十个板子呢 如今 你就算是死了 她也不会知道 就算是知道了 只怕也不会在乎呢 柳福瑶咯咯地笑了起来 我正了正 不愿相信这是真的 可我看着自己的断职 又无法再继续欺骗自己 顾南牙早已不是当初那个 爱我之身的四殿下了 她如今为了柳福瑶 什么都做得出来 伤害我 在她看来只是一件无关紧要的事 我苦笑一声 闭上了眼睛 也许我今日的确要命丧于此了 只是不知道得知了我的死讯 顾南牙会不会后悔 我这一生 经历了无数的沉沉浮浮 大起大落 本以为遇到了一个 可以庇护自己一生的良人 却没想到 这竟是另一个沈渊 顾南牙 如果有下辈子 我再也不想遇见你了 我被柳福瑶挖空了心脏 又被她毁去了容貌 整个过程无比痛苦 到最后我已经痛到麻木了 但没想到 我死后 竟然没有潇洒于天地间 而是化为了一缕幽魂 想来也是 这世上连妖都有 那为什么不能有魂魄呢 我本以为柳福瑶会处理掉我的尸体 可她却将我给练成了一具活尸 白白让你死了 岂不是便宜了你 毕竟你刺我的那件 我可是实打实的疼 你呀 以后就做一个没有意识的形式走漏好了 正好可以替我去杀人取心 我七急了 想不到自己死了都不得安宁 柳福瑶这个妖精 竟然要用我的身体 去替她做伤天害理的事 可任凭我再怎么不干 却也无力做什么 毕竟我已经死了 后来 我再次见到了顾南亚 彼时 她正轻柔地抚摸着柳福瑶的脸颊 与她浓情蜜意 竟是半分也没有弄过我的处境 我本以为自己 见到这一幕 会心如刀割 可此刻我却提不起任何情绪 就好像已经失望透了 便看清了很多东西 不属于我的 终究是抢求不来 后来顾南亚终于想起了我 壮丝不经意地问道 阿西现在如何了 郑仙前命人打了她三十个板子 想来此刻 她定然又要赌气 不肯见证 说吧 她又烦躁地揉了揉额头 对柳福瑶说道 阿西就是被郑宠坏了 如果她能有姚儿你一半懂事 该多好啊 柳福瑶一脸无辜地 扑进了顾南亚怀里 姚儿抢了陛下的宠爱 阿西姐姐有怨也是正常的 哼 郑看她就是极度疯了 整天说些不着边际的话 这次就当是让她长个教训 郑先晾着她几天 我立在一旁 愣愣地看着顾南亚 突然就很想知道 当她得知我的死讯后会怎样呢 她还会觉得 我是在和她闹脾气吗 其实我并不是不懂事 相反 我真的很懂事了 我已经为顾南亚 付出了自己的全部 刀阔生命 我早就已经不欠她的了 如果将来到了地府 杨昂也没什么理由 再将我和她绑定在一起 柳富瑶最近越发猖狂了 没了我的阻碍 她吃人心的频率都在上升 宫里便多了无数场血案 许多宫人被发现 失了心脏死在角落里 身上还有着野兽啃尸的痕迹 而柳富瑶一个人狩猎 已经不能满足她的胃口 于是便指派我那辈 练成活尸的尸体 帮她动手 一时间 宫内人心惶惶 顾南亚也忙得焦头烂额 她下令召集无数能人一世 大力追捕那个食人心的怪物 在这样的天罗地网之下 活尸很快就被抓住了 顾南亚当场下令 将这怪物烧死 行刑那日 她就在高台质上看着 我的容貌被毁 因此她并不知道 这怪物就是我 此刻她正忙着安抚柳富瑶 瑶儿别怕 朕已经下令烧死这妖精 你不会有危险的 我默默地立在一旁 亲眼看着自己的尸体被点燃 终于 我留在这个世上的最后一点痕迹 也将要被抹去了 可就在烈火肆虐之时 火光将天气照得发亮 顾南亚不经意地 看了一眼我的尸体 下一秒 她如遭雷击般顿住 顺着她的视线看过去 我发现 她在看我的光秃秃的左手 嗯 等等 顾南亚突然推开柳富瑶 死死地盯着烈火中的我 紧接着 她脸色突然煞白 继而就猛地 冲向了火海之中 陛下 无数朝臣震惊的 想要阻拦顾南亚 却都被顾南亚推开 只听她大吼道 灭火 快灭火 阿西 这是震的阿西 我看到顾南亚的身上 也点着了火 可她就像是感受不到疼痛似的 将我的尸体给带了出来 此刻 我的尸体 已经彻底面目全非了 身上被烧得 几乎没有一块好肉 甚至还犯了一股浇糊味 只见顾南亚颤抖住手 掀开了我的衣领 再见到我胸前那熟悉的胎记后 她脸色一白 瞬间跌坐在了地上 接着 她便瞳孔放大 猛地吐出了一口鲜血 阿西 怎么会这样 怎么会是你 为什么不能是我呢 我蹲在顾南亚身边 打亮着她痛苦到极致的表情 我先是被断手 又是被赏了三十大板 就算没有柳福瑶 那我也有丢了命的风险 朕后来明明已经下令 让太医去尽力医治你了 朕只是想给你个小小的教训 从来没想过你会死 顾南亚红着眼睛 手臂额头 都因情绪过于激烈 而轻轻抱起 她不顾我尸体这般 可怕的模样 用力的将我抱进了怀里 阿西 朕错了 朕真的知道错了 别和朕开这种玩笑好不好 朕求你 回来吧好不好 小小的教训 我在一旁听着顾南亚 这悔不当初的话 心中没有半分动容 我人都死了 尸体都差点烧尽了 现在说这些又有什么用呢 但凡她当初 肯多相信我一点 我也不会死 陛下 柳福瑶柔柔的凑上前来 神色中带着几分紧张 我知道 她这是生怕 自己杀了我的社会败露 然而 顾南亚听到她的声音 突然抬起了头 然后死死盯着她 你不是说 阿西没什么事 如今正在养伤吗 可她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怪物 还有 她的心脏哪里去了 我看到 柳福瑶的瞳孔 骤然间缩紧了 她几乎是有些结巴地道 瑶儿也不知晓 究竟是怎么回事 阿西姐姐先前的确还好好的呀 陛下 人死不能复生 你还是 节哀吧 节哀 顾南亚看着柳福瑶 突然就扯了扯嘴角 说 我为什么会为了你伤害阿西 你有没有病 跟朕有什么关系 为什么死的是阿西不是你呀 柳福瑶脸色猛得一白 陛下 您 您说什么呢 阿西这么娇惯了一个人 手指被切断了 该多疼了 顾南亚轻轻触碰着我的断指 她的手在颤抖 像是再看一眼就要崩溃 她不再理会柳福瑶 而是深情款款地看着我 她用力 在我蓄露模糊的脸上蹭了蹭 神色眷恋 阿西 你说好了 要永远陪着朕的 你怎么可以背弃诺言 究竟是谁先背弃的呢 先是那非 再是无休止地伤害我 其实顾南亚早就不需要我陪着她了 如今她这般做作 也许只是骤然间无法接受失去我罢了 并不是她真的有多么爱我 我嘲讽地勾起嘴角 阿西 朕求你了 回来吧 朕求你了 突然 顾南亚脸色一白 随后猛地吐出一口血来 竟是急火攻心之下 昏迷了过去 我留在了顾南亚身边 并非我想留 而是不知为何 我竟然无法离开她了 我静静地看着她在睡梦中 惊恐地叫着我的名字 又看着她 骤然惊醒 阿西 朕的阿西呢 她醒来后 第一件事便是找我 可吓人来报 柳丞相已经将我的尸体彻底烧毁了 我一震 自己的尸身到底是没能保住 我看到顾南亚瞬间黑了脸上 身上不断冒出低气压 就如同山羽欲来的前奏 她怎么敢的 工人们迅速跪成一片 大气都不敢出 柳 柳丞相说 皇后娘娘乃是邪碎所化 理应斩草除根 好好好 顾南亚连续说了三个好字 神色阴沉的可怕 我了解她 知道她这是圣怒的前兆 果然 顾南亚命御林军包围了丞相府 将丞相一家全部下了狱 柳丞相衣衫不整 老泪纵横 陛下 臣对您忠心耿耿 您怎能为了这个妖女如此对臣 妖女 顾南亚几乎是咬牙切齿地说出这两个字 随后一脚踹在柳丞相心口 阿西是朕的皇后 谁允许你动她了 说完 顾南亚又红了眼睛 双目气血道 都怪你 若不是你 朕也不会命人切断阿西的手指 你欠阿西的 通通都给朕还来 说完 顾南亚便命侍卫按住柳丞相 亲手执刀一根根切断了柳丞相的手指 柳丞相痛苦的哀嚎声响彻天际 顾南亚却仍然觉得不够 又一点一点的砍断了柳丞相的手臂 将她给活刮了去 看到这一幕 我却并没有大仇得报的快感 而是一直在想 顾南亚说的那句 若不是你 朕也不会命人切断阿西的手指 第一次发现 原来自己曾经深爱的人静 这般懦弱 柳丞相疼得满地打滚 她拼命爬到柳丞相脚边 扯着她的裙摆 求她救救自己 可柳丞相眼中 却闪过一丝厌恶和恼怒 毫不留情地甩开了柳丞相 父亲 拧毁了阿西姐姐的尸身 便该接受惩罚 柳丞相一正 不可思议地瞪大眼睛 她看着这个 被自己从小爱护到大的女儿 想不通她 为什么能对自己如此绝情 我在心中冷笑 自然是因为你亲爱的女儿 早已死了 你拼命护着的这个 只是个狡猾残忍的狐妖罢了 狐妖见柳丞相 已经没了利用价值 自然不会去费心保她 她为了抓住顾南牙的心 自然是毫不留情地 就给柳丞相判了死刑 我曾经听到的话 柳丞相如今也原原本本地听到了 你 你不是姚啊 柳丞相正愣过后 突然惊恐地尖叫一声 柳扶摇神色一变 瞳孔突然变成诡异的粉红色 与她对视的柳丞相 顿时便僵在原地 随后 竟然挣脱了侍卫的束缚 一头撞在了长剑上 鲜血流了满地 柳扶摇松了口气 看向顾南牙 却发现顾南牙正目光悠悠地看着自己 柳扶摇心中一咯噔 下一秒 只听顾南牙道 阿西生前一直说你是狐妖 朕之前不信 但朕现在突然想到 阿西从未对朕说过谎 我看到 几乎就是在同一瞬间 柳扶摇的脸色就变了右边 到最后 她扯出一个僵硬的笑 陛下别开玩笑了 阿西姐姐的胡话不可信 姚儿怎么可能是妖呢 我也觉得纳闷 我生前无论怎么说顾南牙都不信 为何如今我死了 她却想要信了 她口口声声说 我不会对她说谎 可为什么之前她不这么觉得呢 难道人就必须死了 说的话才有可信度吗 突然 顾南牙迅速拔出一枚匕首 直直地向柳扶摇的心脏刺去 柳扶摇大惊失色 下意识 双手变换成利爪 挡住了这把匕首 她自然是害怕的 因为哪怕是妖 心脏也是弱点 如果她被刺穿了心脏 她便再也活不了了 然而 尽管危机解除 她狐妖的身份 却是瞒不住了 顾南牙正正地望着柳扶摇的利兆 突然间就红了眼眶 她哽咽道 是真的 你真的是狐妖 阿西真的没有说谎 她之前是为了保护 朕才刺伤你 可朕却被你挑拨 活活切断了她的一只手 她那时该多疼 多绝望啊 朕 呃 好奇怪啊 我并没有如是重负的解脱 反而心中竟如同一潭死水时的瓶颈 看到顾南牙 这悔不当初的样子 我没来由 就觉得很受无趣 生生死死 恩恩怨怨 一切都随着我的死亡消散了 她就算在追悔莫及 也是没用了 柳扶摇见状 也是明白了过来 她怒道 你刚刚并不确定我的身份 你只是在试探我 仅仅是试探而已 你就不怕我真的死在了你手下 顾南牙 你究竟有没有心 顾南牙冷冷地看着她 你算个什么东西 和朕有何干系 你的生死 朕不在乎 如果你死了 能换阿希回来 朕愿意将你千刀万挂 明明之前顾南牙还为了柳扶摇 毫不留情地伤害我 现在却又能这般狠心地对柳扶摇 我常叹一声 也许真的是得彻底死了 顾南牙才会珍惜 人活着的时候 她百般作茧 只有死了才能被她珍视吧 柳扶摇气得长红了脸 身后露出了毛茸茸的三条尾巴 争鸣道 呸 顾南牙 你装什么申请 之前我不过是略是小技就勾的你 非要立我为非 你那副恶心的嘴脸 老娘简直要看吐了 明明是你亲口答应 那蠢女人一声音是一双人的 违背诺言的也是你自己 谁逼你了吗 还有砍断她手指的时候 难道这命令 不是你亲口下达的吗 那时候怎么没见你多心疼她呀 还有后来的装装渐渐 哪一件没有你的功劳 现在人死了你又来故作申请 这是给谁看啊 感动你自己吗 我不得不承认 虽然我很讨厌这狐妖 但她说的话却很重肯 果然顾南牙被她骂得狗血淋头 几乎要站不稳 顾南牙眼眶蓬红 轻轻抱起 嘴唇张了张 却一句话也说不出 最终她颓然道 是 都是朕的错 是朕弄丢了世界上最好把戏 柳福瑶趁顾南牙愣神的空挡 突然发难 力爪直直地攻向了顾南牙 她眼中闪烁着是血又兴奋的光芒 如果能吃了天子的心脏 阿西 朕若是死了 你会不会原谅朕 她喃喃自语 谋中竟然生出了几分希望 我暗骂一声 我又不是她 只知道怀念死人 她若是死了 我不会有什么想法 但她身为皇帝 怎么能轻易去死 不然她一出事 国家必然动荡 届时百姓将民不聊生 顾南牙怎么能这么自私 我一咬牙 下意识就挡在了顾南牙身前 也许是我的意志太过强烈 就在狐妖的力爪 即将穿透顾南牙心脏时 我的灵魂体 突然变得凝实了起来 一把握住了狐妖的力爪 阿西 什么 顾南牙与狐妖 几乎是同时震惊出生 阿西 又是你救了震 太好了 能见到你 真是太好了 震就知道 你舍不得离开震 我死死的皱着眉 实在没心情 也没经历与顾南牙寒暄 这狐妖修为不减 我恐怕拦不了她多久 蠢女人 她都这样对你了 你还要救她 我救的不是她 而是天下的百姓 说完 谁会湮灭的 顾南牙听到狐妖这话 瞬间白的脸色 她用力扯着我的衣袖 满脸泪狠的哀求道 不 阿西 别这样做 你别就震了 这宁可自己去死 也绝对不能再失去你一次 我朝她微微一笑 顾南牙 你怎么还是这么自私啊 顾南牙一正 你依然在害怕承受 失去爱人的痛苦 可我早在被你切断手指时 就已经承受过了 后来我又失去了自己的所有 可我不后悔 因为人总是要为自己的决定 承担后果的 从今以后 我们两不相欠 我苦笑一声 自己这辈子啊 真是太苦了 尸身被毁 现在就连灵魂都要彻底没了 也许 这就是我的命吧 我不再犹豫 抱紧狐妖 然后身体瞬间炸开 剧烈的疼痛 从灵魂深处传来 随后 我就失去了意识 我能记得的最后一幕 便是顾南牙崩溃发疯的 想要抱住我 却不得不扑了个空 她脸上的绝望 我看得真切 可 那又如何呢 我终于彻底死了呀 我从前最是在乎全世的 可阿西死后 我却仿佛丢了魂一样 好像任何事都没有意义了 我经常想 自己究竟是怎么和阿西 走到这一步的呢 明明当年我想要护他 爱他之心 是真真切切的 我曾经发誓 绝对不会让任何人伤害阿西 可到头来 伤他最深的就是我 当年我第一眼看到 还是小乞丐的阿西时 就被他眼中的韧尽吸引了 明明自己都快饿死了 眼睛却还是亮的惊人 后来我把阿西带回了府中 又忍不住 偷偷为他开小灶 我是真的想让阿西留下 他果然也没有让我失望 阿西拼命的训练 受了无数伤 打败了同期的所有竞争者 成了我的贴身暗卫 但我看着他那小小的样子 突然就不忍心 让他去执行什么危险的任务了 于是我将他宠上了天 成了皇子府的半个主子 母妃让我和丞相千金联姻 我拒绝了 因为我那时脑海中满满的都是阿西 我当时为了阿西 明明连全世都可以不要 可为什么 就在我和阿西 可以死守一生的时候 我却犯了傻呢 柳福瑶是死是活 究竟和我有什么关系 我怎么能为了他 伤害我的阿西 甚至我还拿阿西的出身攻击他 虽然后来为阿西报了仇 可我仍然觉得不够 我也该感受一下阿西当年的痛苦 于是我一根根切断了自己的手指 好疼 可我就笑得癫狂 阿西 你看呀 现在我和你一样了 那日柳福瑶被阿西的自爆 给炸断了三条尾巴 直接丢了半条命 我命人将他关进了水牢 日日酷刑折磨 他的惨叫声 想撤云霄 但我还要稍微控制着力度 不能让他直接死了 不然岂不是太便宜他了 他让阿西那么疼 那我就要千百倍的让他还回来 我将他的四肢都砍断了 做成了人质 又弄瞎了他的眼睛 但我得留着他的嘴 顾南牙 你才是最该死的 你才是害死你爱人的罪魁祸首 我觉得他骂我骂的有道理 我的确该死 但时机还未到 我想再为阿西做点什么 随着时间的流逝 我越来越想念阿西 死质也越来越强烈 突然 国师告诉我 有一个可以让魂飞魄散之人 重入轮回的办法 我顿时便激动坏了 让阿西投胎转世 这是我能为他做的最后一件事了 国师说 首先要能汲取一只大妖的妖力 只有这样才能支持机台运转 这好办 柳福瑶不就是现成的大妖吗 于是我命人抽空了他的妖力 而失了妖力的他 瞬间变得苍老无比 接下来 国师说 要一命换一命 此举本就是逆天而行 一般的命格是不够的 但我是天子 有真龙之气庇佑 如果我愿意奉献出自己的命格 便可以让阿西重入轮回 国师说完这话 惶恐的跪了下去 但我却毫不犹豫的说 好 太好了 换 速速将阵的命格 换给阿西 陛下 您还是要三思了 失去真龙命格后 您不只是会与命 还会再也无法入轮回 从此只能作为一缕游魂 飘荡在人世间 我依然想也不想的就同意了 毕竟我再坏 也还是会胜个魂魄 阿西却被我害得什么都不胜了 这世上没有阿西 我一个人活着又有什么意义呢 于是我成功换回了阿西 我死后化为灵魂 看到阿西成功转世了 这一世 他生在将门之家 从小备受宠爱 我很开心 阿西这下终于有真正疼爱他的家人了 不用再流离失所 我看着他一点点长大 出落成我记忆中的模样 哪怕我只是一缕游魂 可看到阿西我还是很安心 可是后来 阿西喜欢上了一个男子 那男子对他温柔小意 和他说了 我曾经说过的一生一世一双人 看着阿西脸上幸福的笑容 我心中酸涩极了 阿西曾经只会对我露出这样的笑容 这一刻 我好像终于明白了当初阿西的难过 我突然就极度的发疯 不想让阿西对别人露出这种神色 阿西 他的话不可信 他终究会背叛你的 我拼命在阿西耳边吼着 毕竟 朕都没做到的事 别人怎么可能做到呢 后来 我看到阿西和那名男子 共赏花灯 共饭粥糊上 那男子的目光 就好像要粘在阿西身上似的 不肯挪开半分 后来 令我绝望的是 那人和阿西成亲了 成亲当天 阿西脸上的笑容藏也藏不住 我突然想到 自己当年也曾日日幻想着 阿西为自己穿上喜服的样子 与我想的一样 阿西的确美极了 可以 陪伴在他身边的人 却不是我 我眼睁睁的看见阿西 嫁做他人妇 我拼命嘶吼着 渴求阿西能看到我 可阿西的眼里 再也没有了我的位置 阿西 他是骗你的 他一定是骗你的 男子的承诺 是世间最不可信的东西 我喃喃自语 然而 那男子婚后 对阿西如注如宝 并且数十年如一日的 对阿西好 阿西久久未能有孕 那家婆母 便对阿西挑三减四起来 谁料 阿西的夫君却说 我此生只要阿西一人 绝不纳切 有没有所处我并不在乎 我冷笑 好话谁不会说 然而 直到阿西寿终正寝 那男子都没有背弃诺言 阿西去世后 他也带着笑意 追随阿西走了 这一刻我终于明白 原来 真的只是我不够好 原来阿西和别人在一起 会这般快乐 我无法做到的事 别人替我做了 罢了 罢了 阿西 只要你余生安好 我便知足了 我自嘲一笑 随后便化作云烟 消散在了天底间 全文了